欢迎大家收看佩洛西访问台湾中美开战第三集 佩洛西星期一旁往对外界发表会与正式访问台湾 这对中美两国与其台湾海峡两岸会发生严重的政治与军事后果 佩洛西终于让访问台湾 中方必将采取坚决应对和有力的反制措施 捍卫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至于是什么措施 如果他敢去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陪洛西在周末的时候启程访问新加坡 曾经宣布访问亚太国家 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以及韩国 并不包括台湾区 不过在星期一旁往的时候 忽然间发言说可能会访问台湾 这纵使中国外交发言人正一间发受强力的抗议 抗议 陪洛西众议员美国众议员访问台湾 他说这会造成对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祖国产生胡琼的台独事件 已经保护祖国武统统议台湾的自由 以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主权 将会采取一切的行动 如果陪洛西敢访问台湾 他说这一件说 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打击这个台独分子 如果我们从陪洛西的事件看来 从六四事件天安门事件 至九一年 他在北京的公园 先出遍布条抗议 以及悼恋天安门事件的唱文 而且在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台独分子 听说也是由裴洛西一手策划 以及裴新出来间接的 还有他以西在喇嘛访问美国给支持 并且当时给六四事件的中国青年 给政治庇护条件 他是一个专门 背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 哪里有痛哪里踹 哪里有痛楚哪里撞 所以中国人民共和国形容裴洛西是一个老妖婆 因为裴洛西在周末启程访问新加坡 现在周末以及星期一都在新加坡 星期二早上他或者会飞往马来西亚 兼着他的启程 在星期四与星期五会访问韩国与日本 在中间空档有可能他会转座跑过去台湾访问 在周一旁晚的时候 他向外界透露他可能会访问台湾 这已经极其的牵扯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且外交部中华人民国正立间 将会采取一切的政治行动 不过一切的行动让大家拭目以待 最重要的是裴洛西在这届的退选之后 他或者不能够加入竞选活动 所以他这是一个可以说是推休政治体坛上 一个政治演说 所以他要留下历史时刻 所以他故意让这次的时刻向台湾访问 成为他是有史以来成为美国最高第三号人物 访问台湾留下历史的见证 川普美国的前任总统也曾形容 裴洛西是一个 crazy Nancy 他曾在川普总统发言的时候 在背后一直撕掉川普的演说稿 所以可看得出 裴洛西这个人是一个激进分子 哪里有问题 他偏偏往哪里撞 哪里痛他就往哪里踹 这正是为什么中共形容他是一个老妖婆的原因 而且中国已经在东部沿海部分 发布了延续五天演习五场军事演习活动 向东海部分设计 所以这次的军事活动对中共来讲是十分的穿击 以及十分的摘要 让大家拭目以待吧 至于裴洛西如何到台湾访问呢 有人传言说可能他坐着潜水艇 也有可能传言他可能会偷渡过来 至于他之前启程访问亚太时 其实他不包括台湾 他就是想找一个空荡时候 让中共防不自防的时候 真真假假 找一个空荡机 忽然登陆台湾岛上面 让中共防不胜防 所以可见他这个人是十分的激进 十分的偏激 以及十分的提倡台独分子的主导先锋 现在台湾方面 特别是蔡英文 全部对裴洛西是否访问台湾 采取沉默态度 不敢发出任何言行与表态 这次的旅行对裴洛西来讲是一个毕业旅行 听说他也不放弃下一次的竞选活动 所以这次的毕业旅行 他想留下历史时刻 所以成为最高的官员访问台湾 成为一个历史的见证时刻 而且中共方面的胡行进发言 必要的时候会把裴洛西大乘的飞机寄落 以防止他访问台湾 不过中共方面并没有发表会采取哪一些重要的军事行动 以抵制裴洛西 只是说裴洛西以及美国方面 要对这一次的挑衅活动 裴洛西访问台湾 承担一切后果 如果裴洛西来到台湾访问 这将是从1949年以来 台湾面对的最大的军事与政治危机 这裴洛西访问台湾会不会造成 台湾岛4300万人民 受到中共的军事威胁 以及发动战争武统台湾 他裴洛西这个人要分出沉重的代价 以及历史的责任 裴洛西这次访问台湾对台湾岛的人民来讲 是完全讨不到一点的好处 而且台湾岛的4300万人民 要面对战争边缘的威胁 十分的恐惧 这台湾岛的人民会活在战争的阴影 与恐惧心思下 因为裴洛西这次打算访问台湾 裴洛西这次访问台湾 真正的危害到台湾岛4300名人民的 生命财产的威胁 因为裴洛西与中共有很多的恩恩怨怨 而且他来问台湾 完全没有告与台湾真正的访问日期 以时候 所以他会把台湾当作一个玩偶 和一个工具 以及对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 施以报复行动 而且把台湾当作毕业旅行 十分的可笑 在8月1号建军日 习近平对解放军三大战区发出敏感喊话 解放军必须计较备战打仗 解放军必定要敢于牺牲 打击任何一切的台独分子 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近期解放军也在重点的战区备战 一年举办了五场沿海东岸的军事演习 而且发射导弹等等 击落一切来犯的飞机 这简直是对培洛西访问台湾 给一定上的军事与政治上的施压 解放军也派出多架飞机绕着台湾飞行 以坚决抗议培洛西访问台湾 解放军的东部与南部战区 以及北部战区都发挥了五场年年的军事演习行动 抗议培洛西准备访问台湾 解放军强调这次的演习是限定不移的捍卫国家主权 以领土的完整 以防止台独势力胜入台湾海峡 这次培洛西是否访问台湾 听说他会从菲律宾搭乘飞机直往这本 可能以西飞机有故障为由 半路降落在台湾的松山机场 至于习近平讲 解放军在巴印战争节需要赶紧牺牲 解放军是否赶紧击落 菲洛西所搭乘的飞机访问台湾呢 根据历史见证的坠机时刻 习近平看到 这次乌克兰的战争 是美国在三风叠火 让俄罗斯一头撞进乌克兰的战争 所以这次陪洛西的访问台湾事件 台独分子的提倡 或者是一个政治陷阱让解放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跳进台湾海峡的两地战争 因为现在中国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时刻 国内面对非常多的COVID的危机 而且经济状况也十分的不稳定 而且在科技方面 与经济实力方面要追上美国还有好几年的时刻 所以中国与美国在这段时间插枪走果 对中国来讲是十分的不利 所以中国习近平可能派驻轰-20飞机绕台湾海峡 或台湾岛飞行一圈 避免掉进美国拜登所设立的政治陷阱 好像就如五星掉入美国所设立的乌克兰的政治陷阱 军事陷阱 以避免这场战事 所以这场战事会否打不打 多数应该照我个人的预测 七八成是不会打 只是一个政治恐吓 中国半飞战机台湾岛游行一周 或者等了四五年的时间 等中共的军事人民解放军 空军海军 已经成行有一大批的航空母舰作战群 假以时日 中国或者会在台湾海峡 以美国真的发生一场真正的插枪走火 一较高低的时刻 而且近期以来拜登是美国有史以来的 在位总统的支持率是最低的 低于30% 可能拜登借用这次的台海危机 把中国人民解放军 习近平拖入谷底 让拜登成为一个战时总统 所以他就能够稳住他的政圈 让民主党能够在美国的朝野 如辅天意 所以对拜登来讲 这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好计划 他一时之间就除掉 普京与习近平两个人的威胁 所以习近平已经提防到 这个拜登所设下的阴招 谢谢大家收看这期的 陪洛西访问台湾中美开战第三期 我们在下一期陪洛西访问台湾 第四期再见 以一支最新的战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无论 我在这里 这头上的宇宙 谁睁开眼看见我 我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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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道德加小努力 抱歉只能日记 究竟何为了你 只想光景替代爱你 到底是我 是你 无人能够感尽 时光满尽相悲 冷不清 你 啊 看哪 无论不尽心晃了太连 啊 看哪 好不游戏开起下雨 黑暗森林 这永恒的距离 黑暗森林 没有不能将你 拥抱所有的生命 黑暗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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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不能将你 黑暗森林 没有不能将你 黑暗森林 黑暗森林 没有不能将你 黑暗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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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